中国市场进来销量大跌 这使得保时捷中国跟经销商的冲突 也浮上台面了 我们来看到导致保时捷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形 有多种原因 最根本的还是在中国市场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销量下滑 库存大增价格也是下跌的 因为经销商因此不愿意提车 而保时捷中国的管理团队 没有充分的跟经销商沟通 将意见有效的回应给总部也是问题 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包括是保时捷部分的中国经销商 已经是发起了抗议跟抵制的行动 准备要来杠上德国总部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陷入债务危机的中国恒大 27号的时候发出了公告 表示称清盘中的母公司 中国恒大跟独立的第三方 已经订定了条款书 恒大计划将所有这个股份来全数卖出 是将近63.5亿股 恒大汽车的股份 这占了全部已经发行股份的58.5% 他也坦言目前资金严重的短缺 天津工厂从年初就已经停产了 而且至今都还没有恢复生产 另外来看到 美国国务院也成立了八人小组 主要是要来协助各国因应中国的经济胁迫 目前已经有十多个国家都来寻求美方的帮助了 也有国务院的官员将这个小组比作是救护车服务 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来带这些国家度过可怕的紧急时刻 也因为这些国家被中国切断贸易 或是担心失去跟中国的贸易往来 会为他们检视脆弱性 还有制定因应措施 但是中国的驻美大使馆 对北京向其他国家施压经济压力这样的说法 提出异议 表示说是毫无根据 而且还反控美国在经济上霸凌中国 不过我们举例来说 从诺贝尔委员会2010年 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的艺人士刘小波时 当时就已经是停止从挪威来购买鲑鱼 而两年后 中国又因为南海的领土争端 拒绝从菲律宾购买香蕉